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我们讲到了HBase的过滤器的第二种 基于列的过滤器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列呢 来进行一些特定条件的查询 比如说我查询这个列 列的这个 列的这个列的名称 是可以根据一些条件 比如说大于等于小于这些条件去查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还需要针对一些这个value去查 比如说我们要去查询一个value 等于某某某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的是列 列的一个持过滤器 那这个转成cycle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转成cycle 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工作中 是用的 slag the scene from 这个 table tb tb will name 等于 比方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 test 那这个转成这个 这种cycle 转成这个hBase 就是需要这种过滤器 需要这种过滤器 需要这种过滤器 那么我们上一期可讲的这种 列过滤器 呢 转成cycle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种 select name from tb 就是我们就要去找这个name 查哪些name出来 我们通过这个列过滤器去做 如果说你去查某个值出来过滤器 你就得使用这个值过滤器去做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呢 比如说你要去查一个name的一个test的 啊 这边有数据啊 那你beautist就它了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的 除非你都查出来过后呢 在这个客户端啊 去eopan的控制一下 那么这个 基于这个单列值的过滤器啊 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啊 很简单 看到没有 我们所有的过滤器 都不算简单 所以说hbase 它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好 直接new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cf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column family 列足 对吧 你要去查过滤哪个列足的 哪个列 对吧 column是哪个列 这里是个比较器 你是大于等于小于啊 你肯定有比较器嘛 对吧 最后一个值 哎 然后你是它的一个过滤器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呢 我们基于这种过滤器呢 我们再来去做一个测试 做个测试 那我们这上次呢 可以这个啊 我们再来个test value啊 直过滤器 哎 那么我们一定呢 可以把这些东西 烤过来 有些东西烤过来 有些东西烤过来 然后呢 直上也认为可以靠过来 然后呢 直上也认为可以靠过来 那 跑一张 一张跑出去 那么这个 哎 这个直过滤器 我们怎么写呢 哎 其实非常简单 是吧 哎 这就有它 cf 啊 看到没有 它这里面啊 给我们这个参数呢 都已经写好了 对吧 列足 列 比较弃和直 对吧 OK 那我们 哪个列 哎 我们去看一看啊 我们要查个姓名啊 连临这个列 哎 那这个列的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用它用什么 点 预扩 上等 对吧 这个值呢 啊 我们把这个过滤器要加上去了啊 不能放在上面那个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数据啊 我们去找一个链值等于80的啊 A 80的 好 那么大家认为我这样去写它估计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哎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 为什么啊 为什么 他进行把所有的数据都列出来我们不是在过滤什么 我们在过滤 年龄等于80这么一个数据 他为什么看到没有 为什么跟年龄不相关的都过滤出来了呢 嗯 为什么 哎 为什么和年龄不相关的都过滤出来 大家在写这个过滤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啊 一定要记得一点 一定要记得一点 你要做什么 你要把你要过滤的这个 你要把你过滤的这个列啊 要放进去 啊 所以很多人学的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一直在犯迷糊了 我这个值 为什么 我用了过滤器啊 啊 因为这过滤器呢 啊 因为这过滤器呢 他的确是这个容易误导人说哎 你看看没有 说很清楚了 我这个family列 列啊 比较器 什么以大于等于小于啊 我这个值 那么很多人看到这个自然而然理解 哎 我这个 就可以这么用了 哎 跟我们之前用完一样 忽略了 这个条件啊 忽略这个条件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看看他的结果是什么 哎 大家看到没有 哎 有一个 就是456的这么一个啊 OK 456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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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其实结果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值给取出来啊 456的啊 看看这个 哎 是不是80啊 那如果说我去取这个A借等于ACB的哎 看对不对 他的列足是不是 而列足是不是457啊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再给它ACB啊 试补器是吧 那说明我们这个过滤器 这种写法呢 也能够去理解了 对吧 OK 那我们把这个值呢 给它再换一换 这个比较条件 给它换一换 现在相等 是吧 我们改成大约 那我们做一个数据 做一个数据 比方说8899 我们还是用这个 A子这个列 我们给它用的是吧 81 82 对了 81 刚给它覆盖掉 83 83 好 这里面有值了 80 81 83 83 那么现在呢 我要去找 这个年龄大于80岁的 哎 怎么办呢 那我这边 只要去给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 大家可以去看那样 这是我们的45788919399 对吧 我们看一下457 457889193 8899 因为它这里面 是用用阿斯克马比较的 这个肯定是大于80的 我们把这个457 这个 照音数据 其实这个是大于80的 因为它是比较 自接数比较的 我们先把它给删掉 在就没有任务 来 务坠 DELETE 好,十五期没有了,是吧 那么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去查询一下 这个年龄要小于83岁的 会是什么,是吧 我们把它改一下 那小于83岁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四五六八八九 那看一下 四五六 九一九三是吧 四五六八八九一八八九九是不是 四五六 八八九一八八九九 那说明这个结果对的 那其实呢 我们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实际过滤器 我们可以实现 实现这个VL条件和我们等于 或者说是大于 大于等于还是这个小于小于等于等等 这种组合条件去查询 这种特定的数据 否则的话,你就把所有的数据也放到RUK 里面去 跟RUK定上方式去查询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学完这个 单值过滤器的时候 大家 在课后的时候 要多加练习一下 把每种条件都给试一下 都给试一下 尤其注意点是这里 这里 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加 表示 这个值全部查出来了 你一定要和你这过滤器的值要相加的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 各位一定要还是多加练习一下 根据这个视频 和PPT 多练习一下 多做点这种模拟数据 符合条件的模拟数据 大家一起多练习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先到这里